刚刚,俄罗斯两名军事顾问被炸死,这次情况特殊,没法报仇。 Admin 2018年5月28日7.56分41秒。国际。阅读。682247。评论。0。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,俄罗斯国防部27日表示,两名俄罗斯军事顾问在叙利亚东部,戴尔佐尔省遭到恐怖分子炮击而遇难。 这次是俄罗斯方面罕见公开主动公布在叙利亚的伤亡情况,此前,一般情况下,如果不是影响特别大的事故,譬如前中将的战死,俄罗斯方面不会主动披露。 而今叙利亚国内局势日趋稳定,俄罗斯反倒不再遮掩,第一时间主动披露,恐怕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别有用心的势力炒作,引发同西方国家之间可能的不必要麻烦。 从俄方披露不难得知,下黑手的是恐怖分子,那么这事就难办了,因为恐怖分子的范畴非常大,或许,在俄罗斯和政府军演中,基本所有的反政府武装,以及其他不怀好意的域外势力,都可以纳入这一范畴。 而且,恐怖分子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隐藏得很深,不好寻找,那么,俄罗斯这次可能真要哑巴吃黄连,有苦难言了,想报仇也找不到门路,美国在9.11事件后,在阿富汗一打就是十多年,但恐怖分子还是越打越多,根本打不完。 不过,从这次伤亡中我们可以看出,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摄入程度的却很深,尤其是在大马士革非常集中,这是俄罗斯方面曾经明确过的。 那么,可以可以预见的是,接下来还会出现伤亡,毕竟,美法甚至还有更多国家的特种部队已经渗透叙利亚,而且站在政府军的对立面,这也就注定了局势的艰难。 当然,美法方面也不是有伤亡消息从叙利亚传出。 或许,这些大国都比较默契,在尽量不公开摊牌的基础上,也绝不轻易对伤亡进行透明追责。 这时候,恐怖分子也就成了最好的说辞,保了面子也保了理子,只要大国不开战,一切都好商量,但利益是一定要强的。